在中国,山寨货层出不穷 那些假货也让人在使用时啼笑皆非 来看看今年双十一用户的使用体验 看看,这是我9块9抢到的风扇 这是我在双十一买的洗鞋机 网上买的剃须刀是不是更像一个陀螺 网购了一台加湿器 大家也看得到啊 加湿的效果简直没得说 你看现在的商家在网上买鞋子 他说假一配三 我买了之后你看 直接给我发过来四双 你说这怎么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看,四双 在民众普遍存在的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 在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各大网络购物平台和商家主打的都是低价策略 物美价廉虽然是消费者最喜欢追求的目标 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这波,双十一刚过 小伙伴们就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贪图便宜 买到的假冒为烈产品 这位女士说 早上出来还好好的 你看这个裤子 在网上买的 商家说不要三百九 也不要二百九 只要九十九 来,给你榨一波 就是这个货 这位男士说 这是我刚刚买过来的工作服裤子 今天才穿起来 你看一下里面 你说这个质量还可以不 这位老哥买的牛仔裤是纸做的吗 九块九买了十双袜子 家里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这包装上还有温馨提示 袜子是敢供生产的 请在太阳下晾晒三年后再穿 还不支持中差评 我买了一双鞋 这鞋穿着还挺软和 才刚走了两步 这地上吊的全是渣 这是啥鞋呀 中国本来就被称为深寨大国 市场上到处充斥着 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 而网络购物兴起之后 给这些假冒伪劣商品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之前的淘宝 到以低价著称的拼多多 再加上现在冲入网购平台赛道的抖音 无一不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 所以在中国网购翻车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基本上网购过的人都遇到过 你看 这是在抖音直播间买的红薯 主播们吹嘘说 家人们不要99块9 不要69块9 不要49块9 今天给宝贝们上福利 只要29块9 这是我从嘎子直播间买的酒 他说喝完这酒 警察查酒价都查不出来 这是XO 花了15块9毛钱买的 还包邮到家 这个你坑不了我了吧 螃蟹怎么造假 2.5公斤大闸线 确实挺重的 哇 尖伤啊 就一只 还是假的 归零 1加1等于3 哇 我做梦都想要一只 真精致啊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AJG啊 哇 这走线 这非人logo 哎 这好像不是乔丹啊 这是什么牌子啊 这种水壶 你这是让我怎么烧水啊 这是什么 好像是双袜子 这个我摸着质量挺好的 还可以啊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掉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长一直短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已经穿到底了 不过还行 比之前的几样东西好多了 就是稍微厚了点 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 等到稍微冬天的时候再穿 这两个网购的淋浴花洒 也太可怕了吧 还以为买到了眼镜蛇呢 网购的电动牙刷 这是要闹哪样 这是双十一买的充电头啊 Pipe C口是插进去了 请问这头怎么往手机里插 这是充电器要给充电器充电吗 这是网上买的折叠水壶 不过这双拖鞋倒是很有创意 网上那个卖汽车喇叭的 你的货我收到了 我也安上了 你给我听着啊 好好听着 其实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一直伴随着产品质量问题 有专业人士分析 假货多发于门槛低 用户多 利润高 成品低的产品 离谱低价 无底线促销 是这类山寨产品最大的卖点 同时 直播带货 海淘 代购等网购新方式 也助长了假货的泛滥 微信朋友圈 抖音 快手等社交平台的兴起 也逐渐成为假货流通渠道 相较于实体店 电商的大杀器就是低价和效率 这位直播带货的网红 据说他在双十一的一周内赚了1800万美元 在线推广产品的效率惊人 推荐每个产品只需三秒 看他推荐的商品 基本都是非常便宜的衣服 袜子等生活用品 每件商品的价格都不会超过50元 以10元左右 也就是不足200元的商品居多 14块钱22双 8块16块钱50个衣架 10块38 电商平台制甲售甲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 也与消费者支甲买甲不无关系 比如淘宝购物平台上1.9元的金项链 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却卖的很好 也就是说淘宝的纺织品 以纺织品的价格出售 因其能够满足部分消费者的虚荣心 所以也是大有市场 当然 大部分消费者则是缺乏 假货辨别能力 特别是一些高仿的大品牌服装 鞋子 包包等 售价也很高 人们很难辨别真假 每年的315消费者权一日 中共官方都会象征性的打击一下假货 例如2018年的315 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通告 一大批2017年双11期间 大卖的假货名单被曝光 通告新闻发布会边上 白马了密密麻麻的假货品牌 都是大家平时最喜欢买的牌子 遍布中国前十大网购平台 淘宝 京东 国美 巨美优品 网易考拉 拼多多等等全部中招 重灾区是化妆品 护肤品 抽查的轻个品牌 19个样品中 8个样品涉嫌仿仿袂 假货率高达40% 自生堂 雅士兰黛 这样的国际大品牌 竟然没有一件真品 全是假货 近日 在一个化妆品行业 做配方师工作的女孩 发视频忏悔自己 听从老板的吩咐 制作假化妆品 欺骗消费者 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这位女生说 我要是没考上大学就好了 我觉得我太没出息了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勾兑色素来骗人 我想不通我为什么读了这么多的书 居然在做这样的事 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虾青素这个原料 本来就是黄色的 精华素里面 加那么一点就能变黄 问题是 我们老板一点都不舍得加 他让我们把卖几百块钱的精华素 成本要控制在十块钱以内 这根本就办不到 虾青素这个原料本来就很贵 要几万块钱一公斤 在一锅料里面 就象征性的加那么一点点 然后再让我们用色素 仿造出那种天然的黄色 问题是 现在市面上不止我们一家这么做 你去看看配料表里面色素的排名 居然比虾青素还要靠前 这种东西能有效果吗 他们依然可以拿着 虾青素精华的名号去卖 销量还特别高 这种做法它不违法 你甚至没办法说它造假 大家都觉得化妆品行业多暴力多赚钱 但是像我们这种配方师 就是拿固定工资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待的地方 我特别讨厌我现在的工作 我没有给外婆带来好的生活 我也没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能够帮助到别人 但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难道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出来就是做这样的事吗 这位女孩虽然没有主动去造假 但还是迫于生计按照老板的吩咐做了 现在能够出来忏悔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现在的中国 有多少造假者能够意识到 自己在做害人的坏事呢 除了化妆品 鞋子 女士包包等 也是假货重灾区 假货率高达30% 特别是阿迪达斯系列 大部分的鞋子都是高仿 假货 中销鞋从京东 淘宝 当当网 拼多多 国美五个平台上 抽查了九个品牌的女士包包 竟然发现其中五个是假货 假货率高达55% 还有我们之前报道过的所谓海淘 及海外的代购 居然是平台电商联合快递公司造假 那些看似从美国 法国发来的海外货物 其实都是从广东福建浙江的小工厂 发出来的高仿 假货 但是不管你去物流官网 还是购物平台查询 都能显示你的货物 从法国 香港 或者美国发来的 而且还能查到快递公司的 随时更新的信息 真是造假无上限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不过 这种造假毕竟是有风险的 也不是所有的商家 都能取得快递公司的信任 来协助造假 因此也有的商家就真的游击到海外 再从海外发货 甚至就有网友在X平台 曝光了这种造假销售模式 这位男士说 今天我要来曝光一个事 帽子代购从中国拿货 30块钱一个 游击到韩国 然后再从韩国游击到中国 价格瞬间翻了好几倍 另外中国的新民网 还曝光了一条消息 网上QQ群 微信群大量出现 高价回收化妆品控罐子 奶粉空罐子 要求罐体没有磨损 如果量大 还可以派人上门回收 绝对保密 空奶粉罐子 甚至可以卖到30元一个 这些回收来的真包装罐 将被造假团伙充分利用 重新注入假货 再流放到市场上 卖给消费者 当然 迫于压力 多数购物平台 也会定期清理一些 制假 售假的电商 数据显示 仅仅2016年 淘宝一家平台 就关闭了18万家 售假 造假的店铺 同时下架了 超3.8亿个 假货生品的售卖链接 当然 淘宝上 这18万家 售假店铺 仅仅只是 整个中国造假团伙的 盯身一角 并且 这些商家虽然被从逃跑平台上移除了 很快 他们可能又会变换一个名字 出现在拼多多 京东 等其他购物平台上 当然 不仅是网络购物会买到假货 分布中国三四线城市的 数百万家实体店 数千家商场 还有全国数不清的小县城 以及农村城镇的大量乡村店 零售店 服装店 也是中国假货骗子的最大聚集地 虽然网络购物 买到假货伪劣产品的概率很大 但人们仍抵御不住低价的诱惑 近年以来 虽然疫情广控结束 但房地产危机 外资撤离 产业链转移等不利因素 时刻困扰着中国经济 同时也使青年失业率上升 再加上通缩压力 民众普遍消费降级 因此 中国各大购物平台 纷纷重回低价的主赛道 京东开始提出多开好省 陶天集团推出好货好价 但却仍旧挡不住拼多多的凶猛 拼多多2015年在中国一军突起 直接串联制造商和消费者 大幅减少中间商成本 短短几年就跃升 中国三大电商之一 但它的产品销售目标 主要针对低价购买者 和阿里巴巴京东的市场 略有区别 因此 拼多多从诞生之日起 走的就是低价路线 而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更显出其优势 2023年第二季度 拼多多财报显示 二季度收入为523亿元 同比增长66% 成为电商行业里 唯一收入增长超过50%的平台 电商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 因为中国的穷人很多 有人说 三线及以下城市的10亿用户 永远都是中国电商的主流用户 那10亿没有坐过飞机的用户 现在仍然是电商的主流用户 那13亿没有出国的用户 未来仍然是电商的主流用户 因此 电商的出现 吸引走了大部分的消费者 直接受害者 就是众多的超市 和大大小小的实体店 我们之前就多次报道过 实体店倒闭潮 可谓席卷全国 毕竟是受制于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消费者支出停滞 又电商饱和 企业很难再光靠内需发大财 因此 中国电商业近年 多有城市海外扩张 继几年前的淘宝出海后 拼多多也开始奋力开拓海外市场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零售市场 到美国卖东西 当然更有利可图 因此 拼多多将美国作为其出海的第一站 去年9月 拼多多变身海外版的名字 Termal 进军美国市场 就像当初他在中国创办时一样 在美国依旧主打低价客户群 一开始除了全面提供八折优惠 几乎所有女装的价格都低于20美元 这当然取决于他和许多中国低成本制造商长期合作 才能有此价格优势 他们一般会聚招最便宜的原料 最便宜的人工 最便宜的物流 然后用低价进行市场入侵 和同行业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 为了进军美国 拼多多还投下数十亿美元 在中国制造商间创建100个出口为导向的品牌 企图心相当强 为了快速获得大家的认知 Termal透过FB IG 微信密集发布广告 上线两个月后 Termal应用程式下载量 以跻身美国电商排名前列 当时被认为将对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 带来严峻挑战 Termal虽然以低价策略迅速赢得了海外市场 但问题就在每一项产品价格都很低廉 代表总量收入也许漂亮 但单一产品获利并不高 任何一家公司要成功争取到一名新的美国消费者 所投入成本远远高于得到一名中国消费者 根据市场估算 Termal每年至少都额外付出 10亿美元宣传、广告和营销 才有可能快速在美国建立广大客群 而博利多销的他 最需要的就是大量客户 如此一来 Termal网站上产品的毛利就只会更低 甚至低于他在中国赚的水准 那么当拼多多继续大赚齐钱 损失究竟在谁身上 其实几年前 就不断爆出拼多多存在血汗工厂 导致员工过劳死的事件 诸如员工每周工时平均70到87小时 法定假日被取消 员工餐厅餐饮品质低落 以及再有一千名员工的所在楼层 竟只有八个厕所隔间 说拼多多是中国科技业的996文化代表 并不为过 另外拼多多还会对供应商进行压榨 波士吉选择用低质的原料来降低成本 所以海外版的Termal 虽然可能没有假货 但充斥的却是品质低廉的产品 很多东西买回来基本不能使用 只能是丢到垃圾堆 其实这更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所以说中国电商发展非常畸形 像肿瘤一样 恶性地朝某个方向无序地发展 最终会伤害整个经济 这种电商不会促进各个行业平衡发展 创造价值和新的增长点 只会吞噬别人的蛋糕 最后大家一起死